这个扒着垃圾桶的男孩竟然是开堂手杰克 你敢相信吗 本该无比快乐的童年 他从未拥有 甚至从垃圾桶里翻出一块小小的面包 都能带给他无限的满足 就在这时 餐厅的主厨发现了他 可谁能想到 他竟一拳将杰克打倒在地 小小的杰克跪下来苦苦的哀求 可换来的却是男人的厌恶与羞辱 没有他的允许 就算是垃圾桶也不允许杰克轻易触碰 而神奇的是 小小的杰克竟能从人的身上看到不同的颜色 而每种颜色都代表着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最终杰克还是从优越感失足的厨师手中拿到了面包 而为了生存下去 他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 面对这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 小杰克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是因为在家里有一个深爱着他的母亲在等待着他 他回到家中 母亲刚接待了一位客人 当看到小杰克身上有伤的时候 母亲心疼坏了 母亲坚持拿家里仅剩的一点钱 给小杰克买药 并告诉他 只有你才是母亲唯一的希望 小杰克从未被世界温柔一待 但在母亲这里感受到了深深的爱 他也在母亲的身上 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 有那么一天 小杰克坐在楼梯上静静的看书 一个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 借着酒意 他告诉小杰克 原来杰克的母亲曾经有过五六个孩子 可不知为何 却偏偏留下了他 而小杰克本以为是母亲选中的孩子 可没想到这下一幕却让他的世界彻底的崩塌 你绝对想不到 开档手杰克就是从这一刻彻底的黑化 就在刚刚小杰克回到了家里 看到母亲跪坐在地上泪如满面 一时间他手足无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随后从旁边这个女人身上才得知 原来就在今天 一个叫做杰克史密斯的男人 他结婚了 可谁能想到 这个男人在13年前 竟然和母亲有着爱的约定 而多年来 好受饥寒与屈辱的小杰克 与母亲相依为命 对他来说 母亲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束光 他端起了水杯 试图安慰着母亲 可没想到 却换来了母亲无情的怒吼 即便这样 小杰克还是努力着微笑 想要安慰母亲 可母亲的下一句话 却让小杰克愣在当场 原来自己正是母亲和那个男人的孩子 而他的存在 也仅仅是母亲换取幸福的筹码 小杰克泪如雨下 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束光 也顿入了黑暗 母亲身上那无比美丽的颜色 竟和其他人一样 变得浑浊不堪 他沉默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 可也就在这一刻 小杰克彻底的黑化 他竟用双手掐住了母亲的脖子 他不允许母亲被那浑浊的颜色所浸染 既然无法阻止 那不如我亲手毁掉他 已经无比扭曲的小杰克 竟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随后他找到了那个男人 亲手毁掉了自己 来到世界上最后的纽带 就这样 他顿入了黑暗 彻底的消失在伦敦的夜色里 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连续犯下了滔天的大案 就连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穷极一生 也未能揭开他的真实面目 可谁能想到 百年后 他竟出现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他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 你们所谓的正义 根本不复存在 而造化弄人 他的对手竟是正义之神 赫拉克勒斯 而这场人与神之间 正义与邪恶的大战 就在此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